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的骨骼都已经有发现 而且这句标本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 它在当初发现的时候这个物种并没有命名 当人们用其他标本命名了脊龙这个物种的时候 反过来才注意到这句更完整的标本 然后才将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脊龙的整体跟大多数的角龙类非常类似 尤其是尖角龙类恐龙 它有一个比较粗壮的身体 然后有强壮的四肢 它的头部本体来说 它的头部并不能算是很大 它的头盾很短 但是由于这个短的头部上面有非常大型的装饰物 让它看起来这个头非常非常的巨大 跟它能够跟它对比的就是尖角龙 脊龙跟尖角龙有的比较近的学员关系 但你可以明显看出有巨大装饰物的这个头 看起来就明显比尖角龙那种脑袋比较小的样子 看上去要大了很多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脊龙的这个头部 首先它有角龙类标配的这种幽不准 但是它的嘴巴跟那个三角龙有很大的区别 三角龙的嘴往往是比较长的这种感觉 但是脊龙的嘴的部分比较浑圆比较厚 然后在它的嘴上方在比角的前头 其实向下还有一块肚块 我们知道鹦鹉嘴就是脊龙这个钩状嘴 它的骨头的表面是比较粗糙的 因为它活着的时候要附着角质物 这个化石显示出在这个绘嘴的 这个部分的上方跟脚的之间这个区域里 这个部分还有一块比较粗糙的这个骨头 因此我们推测在这个位置也很有可能 长有一块比较大的角质物 就像鳞甲一样的这种角质的总块 然后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长的笔角 我们参照这个标本 它的原始标本这个笔角是断掉的 但是过去科学家就与它进行了修复 但是修复的时候 以往都是沿着角的方向 修复成一个比较直的样子 如果你看那个博物馆现在展出的那一件标本 它修复的样子是这个角是笔直的 但是这两年人们对这个恐龙角质物的生长 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们发现这个角的生长的时候 这个角下方的骨密度要比上方要致命一些 因此这个角生长的方向 可能是向下略微弯曲的这样一个样子 向前弯曲的一样子 当然这个很有可能是个体差异 因为在其他的脊龙身上也有一些角是往后挡的 有一些角是向前挡的 但我们参照这句标本是略微向前弯曲的 据说很多其他的多数的脊龙可能也是略弯曲的这样一个状态 除了这个比较之外 再往后看 它的眼睛上方有两块三角形的凸起 在画石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块也是有一点点凸起 然后上面有很多粗糙的这种痕迹 这样的粗糙的纹底 在活着的时候表面肯定也是附着着角质物的 因此我们在复原的时候 也在这个位置复原出了两个三角形的 类似短的额角 但并不像完全角的这样规整的一个总块 这种结构也是一个能够保护它眼睛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标志性的头盾 它的头盾是一个梯形的这样一个样子 下方比较宽 上方比较窄 然后在两侧有一系列的尖角 这些尖角从下往上 下方的这个尖角都是比较小的 然后最有特征的就是上边的八个比较长的这个尖刺 这也是几龙最具特色的一个特征 这八根尖刺里面 最上方两个是向上 然后逐渐向那个辐射状向下延续 第二对是只向两边 第三对要短一点 第三对要方向要稍微向下一点 第四对变得很短 然后这个第四对尖角是向下指出的 然后除了这八对之外 最上方还有两对勾角 这两对勾角很短 向前弯曲 这有点像尖角龙的那种样子 但是跟尖角龙不同 尖角龙是这一对向下弯曲 它是中间的这一对向下弯曲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 主要是在于铃骨上的这一组角状物 这个标本展示出跟其他许多几龙有很多区别 很多标本在这个位置的这个角状物 都是很规整的一排下来 简单的三角形 但是这件标本展示出不同的特征 它这里从这个上属下来 第一对非常非常小 但是非常尖锐 是两个尖锐的小三角形 然后第二对也是这样 也是很小 但是先向上调解 第三对就是比较有特色了 是一个养化成了巨大的一个 像菱形一样的一个样子 而且向前探出 然后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尖利的样子 指向下方 斜下方 然后最后一个是向后有点勾状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件标本显示出 除了这比较长的这个角质结构之外 这些其他的也显示出了各自的特色 这也是这件标本的一个特征之一 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这个几个大的角状物 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就是非常整齐的延伸出来 如果你从侧面观察 它的这一排 其实是每一个上方的 要比下方的要高一些 就像瓦片一样 一个叠一个 是这样一种生长的方向 就比如说 位置最高的是这一对 然后它压着下边这一个 下方这个再压着再下方的一个 是形成一种像瓦片一样的结构延续下来 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这个表面 是这样一种状态 像多数角龙一样 这个脊龙的头盾下方是两个镂空 但活着时候表面覆盖着一层软主织 然后我们现在研究认为 内部可能有一些从下颌延续到肌肉 一直连接到这个头盾空洞的下方 然后它的头盾活着时候被软主织包裹 如果影响状态好的话 这个软主织可能看起来要饱满一些 这镂空的结构显然不能作为一种防御武器用 所以我们在复原的时候参考的这个建议是 这里可能会有鲜艳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是有一个装饰的一种效果 如果从背面看来 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背面的镂空也是向外凸起的 说明里边的填充物是比较饱满的这种 有生物感的这种样子 然后脊龙的身体明显的前肢比较短 后肢要长一些 但是由于它的肩胛骨是立起来的 就是比较垂直的这样一个样子 因此让它的肩膀跟骨盆的高度差不多 我们现在认为脚龙类的骨盆是斜向上倾斜的这样一个样子 因此它后背看起来有点滚 然后它的骨盆的下方一直向下 它的尾巴的方向也是向下这样延伸的 脊龙的前肢比较粗壮 然后它的手上有五根直头 这五根直头走路的时候 主要用内侧的三根 有肉垫 有爪子的这三根比较粗壮的直头用来承重 然后另外最外侧的两个直头上没有爪子 就是简单的搭在地面上 然后它的后肢有四根脚趾 走路的时候都踩在地面上 但是内侧的这个要着力要小一些 因为它本身那个直头的根部要高一些 它的直头也比较小 所以承重还主要靠外侧的这三根 而且后肢的四个直头都具有爪子 这个爪子都是蹄状 然后从脚底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肢 我们现在知道脚龙类的前肢是一个碗状 中间是空心的 不具有软肚子 不具有肉垫 但是它的后脚 这几个直头之间是有肉垫的 让那个后脚呈现出一种这样一个状态 从下方那个你可以看到清楚一点 这四个直头之间有一个肉垫 然后它的尾巴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短 然后尾巴有非常粗壮的极主肌肉 这极主肌肉主要分成两组 中间被尾巴骨头上的横秃隔成上下两组肌肉 因此这个尾巴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尾巴的根部肌肉比较粗壮 然后尾巴根部有几乎肌肉连到腿上 这个腿上连肌肉的位置 外侧有一层皮膜盖在这个肌肉上方 就有点像鹦鹉嘴龙化石保存的这个样子 在腿的后方到尾巴上 可能有一层比较松软的皮肤 类似皮膜一样 连在这个尾巴上 另外就是脊龙的皮肤并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复原脊龙的皮肤 主要是参考尖角龙 以及它的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后鼻龙 这两种恐龙都不同程度地 保留了一定的皮肤化石 后鼻龙的皮肤化石保存的少一些 主要集中在它的脚上 尖角龙在这个位置 保存了一大块皮肤化石 尖角龙皮肤化石显示出 它具有大量细腻的鳞片 非常小的鳞片 但在这些鳞片中间夹杂的硬壁一样 比较扁平的这种大型的鳞甲 我们在复原脊龙的时候 主要也参考了尖角龙的这种鳞片 但是我们复原这个大型的鳞甲的时候 要比尖角龙那个要更加立体一点 并不像尖角龙保存那样扁平 看上去跟它略有区别 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几龙安东尼的 这个复原过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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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